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官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邱署長 還有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康局長 署長跟局長 署委員好 署長你好 最近都驗出很多美國牛肉含有瘦肉精 以前幾乎說驗出來就是零 那難道以前是美國賣給我們的牛肉 都是沒有瘦肉精的 那突然這一個月當中 突然賣給我們一大堆的牛肉都是瘦肉精 那我請問一下,我請問 請問我這邊有一份這個資料 我不知道這個是你們那個康局長 你有沒有在2月27號的時候 2月7號 整個2月7號的時候 那要求你的那個食品藥物管理局 食品組的蔡淑貞組長 跟那個鹽檢族的那個施養治組長 要求他們打電話給一些縣市衛生局 關接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多次的配合我們中央指揮 減少那個牛肉的抽樣的次數 或者是盡可能的延後送院 這份是不是你們做的 像這個表是不是你們做的 有,你手上應該有吧 是不是這份有沒有 對不起,因為看不太清楚 是不是 局長來,我念一下那個標的標題 叫做 因應美牛瘦肉精事件 了解地方衛生局配合中央指揮之意願 然後這最左邊是各縣市 然後就不會會這樣子 有沒有,你有沒有下令 你有沒有下令 說叫他們 叫你的兩個組長 打電話 叫他們說說 要怎樣 要減少牛肉抽樣的次數 或盡可能配合聯合受院 那你在聯絡的時候都告訴他們 你要小語大意 希望他們要好好配合 這樣年底的評見才會增高 那隔年才能夠獲得中央 比較多的補助款 絕對不可能 有沒有這回事 絕對不可能 那這個標是誰做的 是不是你們做的 不是,我跟委員解釋一下 我們早上的報告說得很清楚 在市場的監測有兩種 一種是由衛生署 市民業務管理局來規劃的 所謂聯合監測 我先問你,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標 我們是在做這個聯合監測的 不是啊,這個標是不是你們做的 是,我們在調查這個要做聯合監測 你們做的話 是不是說請他們說 是不是要配合你們 沒有沒有 這個是為了要 就是說我們要做聯合監測 所以我們聯合監測的計畫要做計畫書 聯合監測計畫書 這個跟地方 那請問好,請你把那個計畫書拿出來 計畫書有啊 對不對,那你叫他們 你要他們說配合 那怎麼會 這個東西假如是一個好事 那怎麼可能還有很多縣市都不配合呢 不是,因為這個牽涉到地方的人力啦經費還有 因為我們要分配這個量跟這個檢驗的檢驗的 就是抽驗的量跟檢驗 那因為大家一次進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分流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中央的這個聯合監測計畫裡面 一定要做的步驟 那這個我們計畫都有 這沒有問題 可以提供給委員 你沒有要求 你沒有要求人家說叫各縣市說要延後 要配合你 盡量不要去檢驗 不是,我們是說這個原來的監測計畫 這件數不夠多 所以我們因為奉署長之命 所以我們要加強 所以我們就重新 你加強你是從三月份 一再爆出來了以後 你才開始加強 你在二月四號到二月二十五號之間 這是原來的監測計畫 我說原來的監測計畫是每年都有訂的 那訂的時候呢 再來如果說這個因為這個 所有的民眾消費者有在關心 所以我們就開始擬定新的那個計畫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加強那個新的計畫 但是這個跟地方依他全責來做這個抽驗的計畫 這是不一樣的 我要提 現在很多的縣市自行抽驗 這是他自擬 像台北市他就擬定他的一個抽驗計畫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場抽驗計畫 一定有一個中央 一個是地方自己的抽驗計畫 這兩個是不相抵觸的 而且這是兩個是互相來支援的 那地方來做的時候 他一定是自己送驗 那我請教你 不可能我叫他說不要送驗 我請教你看看 你從97年98年喔 你根據你們的資料 你從97年98年跟99年這三年間喔 在市售的牛肉檢驗當中 我給你看喔 你總共喔 只檢驗了25件 3年 3年當中只檢驗了25件 那100年你勉強提高到59件 那你這樣的件數的比例 你根本都是怠惰 你敷衍 你便宜行事 其實你們很嚴重的失責 那根據你提供的資料 你提供的資料 你們現在你們 你們整個食品衛生管理局裡面 你的人員的編制 你目前你有多少人 你有300多人 你們的設備 總共有9套設備在 照講你一天你可以驗60件以上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驗的這麼少呢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也提過了 我們總共有300個人 但是我們還有藥品 還有醫療器材化妝品 不是只有食品 再要再重新說明一下 那另外的是 我們所有的儀器 是要做農藥 所有的這個動物用藥抗生素 還有些食品添加物 我們一年做18萬相次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儀器 只有做肉品 那肉品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規劃 所以這個項目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食品藥物管理局 在邊境 在這個 是99年成立 然後在邊境是100年開始做 所以之前的 如何的規劃 那我想我不便來說明 但是 在100年 因為我想很清楚 我們查出來 我是覺得很奇怪 我真的特別奇怪 你看 你說從97 98 99 你所有抽驗 我們不要管 我們看肉類就好 肉類裡面 為什麼 單單的 單單就是牛肉驗的最少 其他都驗的還蠻多的 你自己看看 你整個 整個 整個的 整個的 這個驗當中 因為為什麼 我不相信說美國 以前賣給我們的牛肉 都是沒瘦肉精的 因為你驗出來都是零喔 你所有的驗的都是零 以前都沒問題 還要突然這個夜當中 才產生一大堆的問題 我們這個 在整個 像豬肉齁 那內臟 不是啊我問你啦 是 你以前驗出來了 幾乎你驗出來 你從97 從97 98 99 你驗出來的東西 你都說他都沒有瘦肉精 都是零 那難道是美國以前賣給我們 都沒有 都沒有瘦肉精 突然之間 這一兩個夜當中 突然賣給我們都有瘦肉精 到處都出來都有瘦肉精 這是一個抽驗計畫 那就代表你以前 你以前你根本怠惰 你以前根本沒有好好的去檢驗嘛 那報告委員 因為以往 並不是市民藥物管理局的一個職責 所以我說過 我不便做任何的評判 但是 那署長呢 他說不是他的責任 那誰的 那是不是你們衛生署的責任呢 這是照以往的那個抽驗計畫 來執行的嘛 那所有的執行 抽驗計畫 其實是 中央跟地方 所有一起來 擬定的 所以當初的 不是啊我問你啦 整個的分別 我現在問你嘛 你97、98、99 甚至於100年 你們驗出來的東西 都沒有瘦肉精 那以前 美國對我們特別好 賣給我們真的都沒瘦肉精 還是你怠惰根本沒驗出來 那會突然這一兩個夜之中 賣我們全部都有瘦 幾乎都有瘦肉精 大處驗 那個比例 比例都高達百分之 有些地方百五六十以上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100年我們在 因為 在100年有加強 是因為在99年底 那應該是檢調單位 發現說 這個有一些瘦肉精的這個 違規使用 因為你從 那所以我們就有加強的抽驗 九七、九八、九九三年 驗出來都是零喔 都是零喔 都是零喔 你都是零喔 你九七、九八、九九 驗出來都是零喔 都沒有喔 都是沒有 驗出來都是 檢出、檢出 你幾乎幾乎都是零 那為什麼到100年 或者甚至於說到最近 突然之間冒出來一大堆 為什麼 我想這個就是 這抽驗的計畫已經過去 我想 這個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那 這 什麼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子 那你代表說 你以前你都很怠惰 那也許 到底有多少 含有瘦肉精的大堆 已經吃進去了 對不對 你以前幾乎都是零 這個這幾個月特別多 那請 我就我就 我很納悶嘛 我很疑 我很疑惑嘛 為什麼 那以前 美國賣我們都沒瘦肉精 突然之間 這一兩個月特別多 賣我們的全部都是驗出來 都有瘦肉精 怎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在整個 代表你以前你是放水 不是我們整個 你以前你根本沒有 沒有很仔細的去驗 而且你抽驗的比例也太低了 太那個了 我們整個的抽驗 是包含國產 還有許多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好幾個國家 紐澳 還有巴拉馬 還有 加拿大等等 所以這是平均下來的 那這一次 在這個 100年 因為在100年初 我們在邊境 有查到這個 美國牛肉有瘦肉精 所以那時候 楊書長 也 召開了記者會 也說我們要來 加強這個 美國牛肉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監測 所以這 目前有在 對美國牛肉 有特別的加強監測 那最近呢 其實也是 大家都是 整個都是 抽查這個 美國牛肉 所以 它的那個 看出來的比率 當然會比我們以前 是普 普查來的高 好 那書長我再請教一下 你是專家 有些人在講 說這個瘦肉精 那當然你現在說 定了那個什麼 要10pp以下 或多少以下 那 還有講說 那個會排泄出去 那我請問你 我們 我們以後 到底這個瘦肉精 是不是對於那些 有心血管毛病的人 心臟有毛病的人 會有影響 好 我大概 我沒有辦法直接這樣 因為所有的研究 都是大部分都在動物 那在 我從一個 1999年 能夠通過這個 萊克多巴胺 這個開始使用 到現在 每日啊 各國二十幾國 那麼大概已經 好幾億人用了 這個億人裡面 一定有 叫做敏感族群 敏感族群一定 好幾百萬 但是呢 到現在文獻上 還沒有查到 任何消費者 中毒的個案報告 那麼 這個表示說 我 我想 從一個立場來看 我也沒有辦法說 完全拒絕說 這個就是 那個 我只能說 他是 查不到這個 中毒的個案報告 不是啊 他當然不是中毒 可是他有沒有影響 就是說 也許他 也許他有心血管毛病的人嘛 那萬一他吃了 是不是比較容易引起 比如說他心肌梗塞啊 或說他比較容易加速 他的那個病花啊 有沒有 當然他不是中毒啊 那 這個是吃 這不是吃藥 這是吃肉的 殘餘的 那個 殘餘最大有沒有影響嘛 那還有包括好 到現在齁 醫界非常敏感 只要有一個病例 我們馬上就會報告出來 但是我這個十年間 我查不到一個病例 那我再請教你齁 一般你說 就講說 種子我們吃到 有排泄下去了齁 都會排泄掉 那十八個月以下的嬰兒 十八個月以下的嬰兒 那這些嬰兒的話 這些嬰兒 他本身的肝 他的肝臟功能 沒有花育完成啦 所以他不見得 他能夠排泄掉啦 那萬一 他的媽媽吃到了 他體內有瘦肉精 那他哺乳 那他會不會說 就等於說把這個毒 也傳給這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的話 他因為他肝臟功能 還沒有完成啦 他只有十八個月以下 那這樣他會不會中毒 跟委員報告 這些在他設定這個 mrl的時候 他出於百分之一 這個十分之一跟百分之一 這個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呢 分別都是人種的差異 動物跟人的差異 那人種的差異 就從最大的人 到最baby 這樣的程度 來算十倍 然後來除去 所以除以百分之一 就是把這個風險 給他去掉 那你認為 我跟你講 你要對得起良心啦 你要對得起後代子孫啦 不是 所以你認為說 這樣對他們沒有影響嗎 這個是全世界大家這樣走的 像我們都在鼓勵說 大家不要去吃那種 有那種基因的食物 那種 那種含有基因的那個高危險群的食物 那他含有瘦肉精的牛肉 是不是屬於那種基因型的那種食物呢 基因的研究我想是 跟委員報告 所以如果到母體的時候 他一定是經過他的血液 然後經過肝臟的代謝 所以這跟小孩子的代謝是沒有關係的 經過代謝之後 他是否再重新的分配到 分佈到體液裡面去 那這個可能是 這個比例可能是非常的小 那假如小孩子他直接吃到呢 好那我們是分兩種 一種是他透過母親餵奶的時候吃到 另外小孩子嘛 你餵他吃飯 你給他吃牛肉 那他肝功能還沒有完全長好 所以以後你這個進口 竟然你是不是要寫說 18個月以下的嬰兒 禁止使用這個含有瘦肉精的牛肉 是這個就是跟這個整個的 我們剛才提到了 這個整個的MRL 但是事實上小孩子吃的就少 所以這整 總曝露量 是大人小孩是胃不一樣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另外去考量這個 所以以後是標示 你譬如說你吸煙有害嘛 以後你說瘦肉精有害嘛 那你說特別警告說 18個月以下的小孩 因為他肝臟功能還沒有長好嘛 他根本沒有排毒的功能嘛 他沒有辦法把它排泄掉嘛 那你讓他吃的話不是 他怎麼排得掉呢 那對於這個18個月以下的小孩 怎麼辦呢 所以你們在配備 是不是要寫說 18個月以下嬰兒 不能吃這個有瘦肉精的牛肉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剛剛提到 書長也提到 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微量的 那我們也從 當然這個從 藥理學的來看 這個微量我們也除過 所以他這個量到血液裡面分佈之後 他的所謂的EC50 就是會觸動這個受體的反應的時候 不是你不要跟我講 你是不是小孩的量 假如小孩的話是10pp 是不會產生任何反應的 你大人的話你定10pp 小孩的話是不是應該要減半 因為他還沒有長好嘛 是不是要變成5pp或2pp 或小孩應該要0pp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東西你要去考量啊 每個人族群啊 那有些人的身體狀況比較好啊 有些人的身體狀況比較差啊 他的排泄功能比較差啊 怎麼辦呢 其實剛剛也跟委員報告 其實那個考量是在前面的所謂的 可接受ADI值的一個設定 然後這個 再來我們跟這個殘留量 跟他的攝取量兩個做一個比較 如果我們前端有不同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比較 那這個就會選出來一個 這個是通用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通用標準 適用於所有人都一樣嗎 那假如比較那些 比較那個排毒 就是我講那個 你剛剛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說那假如對那個18個月以下的小孩 他 我已經講這麼清楚嘛 他肝功能還沒有長好嘛 他沒有排毒的功能嘛 那他沒有辦法去排毒的話 那他吃到這個東西要怎麼辦呢 是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定了 不要說18個月以下小孩不能吃 不要吃這個含有瘦肉筋的牛肉 所以以後進來 盡量呼籲國人說18個月以下的小孩 不要吃美國牛肉 你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做 我大概再跟委員提 這個 剛才講的敏感族群就是包括這一類 那這個類呢 他們也在這個設定的時候 就除以一百倍 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乘以百分之一 這就是 對不起 罗委員的意思是在問你們 請留步 問你們說 那照你們這樣子的計畫跟規劃 未來是不是18個月以下的小孩 也可以吃 照你們的標準 你們認為是安全可以吃 是不是 你講這個話要對後來子孫負責喔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後未來再會還 透過一些所謂奉扁評估或是國際研討會的方式 公聽會來討論這樣子 你們的健康風險評估還沒有做 你的副署長就在記者會上就講說 預計是10ppb吧 而且是三個月那要完成 我想這個還是一樣誤會啦 那就是說因為記者都會問說 那你原來以前預告的這個10ppb 還有國際的是怎麼樣 那我們當然會說 欸現在國際大部分都是10 然後以前預告也是10 但是我們一直講說 一個一個前提 絕對在立法院的 還沒有任何決議之前呢 衛生署是絕對不會公告任的數字 好 局長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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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總統說美牛議會要尊重 他要對美牛議題尊重專業 第三次會議的紀錄我現在拿到 這裡面講得很清楚 沒有研究指出有消費者 食用還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後出現中毒或其他副作 你一直搶到這個 但是下面你就沒有講了 從另一方面來看 也沒有任何研究顯示 其長期安全性 一直以來根本沒有消費者的相關研究 而且專家會議同意將歐盟 歐盟的食品安全局就是EFSA 質疑美方 我提醒你 署長我提醒你 他當然你沒有中毒 當然只會中毒的那個跡象 可是他慢慢的累積 他會造成很多很多那個病 像什麼癌症啊什麼東西奇奇怪怪的病很多啊 就像以前人家用那個什麼 一種什麼理性荷爾蒙 到最後嘛 那小孩子十七八歲就得癌症啊 所以很多東西有很多東西有 還有隔代隔第二代隔第三代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要好好的去研究出來 你要對你的後代子孫負責啊 不是說隨隨便便就這樣通過啊 你真的講 你說我們很多很淺顯 包括我雖然我不是協議的 可是我們想嘛 我剛剛為什麼一再講說 十八個月以下的小孩子 他肝功能他沒有長好啊 他沒有辦法排毒啊 你雖然說總統講說 哎呀百分之八十 怎麼在衰退期 百分之八十可以排泄出去 可是小孩子排泄不出去耶 那你是不是要對定個標示說 以後就十八歲個月以下的小孩 請你不能夠餵他們吃 含有瘦肉精的牛肉 這個是要對那些小孩子負責任耶 所以真的要好好好好的去思考這些問題耶 今天沒有說什麼什麼 政府政府講 我們要做一些防萬措施 你要考慮到很長很遠 你這一代下一代還下下代 也許這個病毒你是遺傳到兩三代都不一定耶 很多很多的一些一些東西 那基因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鼓勵大家說 不要去吃那種基因改造的食物 那瘦肉精明明是那種含有基因改造的食物了 那難道說不要去做一些更徹底的去研究去那個 啊